现在很多人为了保护自己的爱车 都喜欢贴隐形车衣 商家为此也是卖力宣传 什么纳米涂层防刮防侧 质保十年 其实隐形车衣就是一层透明薄膜 西处材料一般有两种 PVC塑料或者更高级的TPU橡胶 将它贴在车漆上 遇到小刮小蹭车衣伤了 但里边的漆没事 平常时也能防个日晒雨淋鸟分树枝 让车漆免受腐蚀 不至于老化的太快 撕了车衣之后 车机依然能崭心如触 但是遇到大碰撞或者刮得狠了点 那车衣的保护作用就很有限了 毕竟它只是一层厚度不到0.2毫米的薄膜 一旦破防 那该补器还是得补器 就好比手机贴了膜 但从几层楼高摔下来 那里面的屏幕照样摔个稀碎 隐形车衣如今最大的缺点还是贵 便宜的好几千 好一些的上万甚至几万块 买乱豪车贴着玩无可厚非 但一辆十万多块钱的普通家用车 小瓜小僧补个鸡也就几百块钱 贴个车衣一下子上万块没了 让你给我买件衣服 你口口嗦嗦 贴车衣你倒是很舍得呀 而且你要是贪便宜贴了劣质车衣 容易老化发黄不说 可能使用的还是劣质胶水 撕的时候连车机都给你扯下来 那就得不偿失了 总而言之 隐形车衣的作用是油 但是比较有限 毕竟它是车衣 油不是防弹衣